我懷疑那時候我胖了二十幾公斤 我胖到最後我的醫生都說 不要再量體重 因為你量了你可以包好幾個 然後我身完身上大概還有十公斤吧 就真的因為我胖了二十 現在的孕婦這個當然是十年前的事 現在的孕婦好像都是說要胖十公斤而已 然後我那時候是胖難度的 我覺得先生們當老婆剛生完小孩 他們大概...我不記得她有說什麼 我覺得先生們大概最有志位的時候 或是老婆生完小孩的時候 就是最好不要講話 就閉嘴裡放空跟微笑 因為那個時候老婆在哺乳啊什麼 然後晚上又不能睡覺已經夠哺了 然後他們就想說三夜一夜 我覺得這是最聰明的做法 就是控制很重要 像為了穿今天這個衣服 我從禮拜六開始 又稍微節制一點 但是當然你還是要滿足自己啊 所以晚上我可能吃個大屁而已 就是偶爾還是要滿足你的心 你不能說你苦了三天之後 不是苦就是你節制三天之後 你還是在繼續節制呢 我覺得還是有的時候要放寬 就是有的時候很節制 有的時候你放寬 但是節制的時間要比放寬時間多 不能常常的放寬 不能常常的放寬 那就真的變寬了 就是吃很原始的食物 炒雞蛋 蛋白體 肉 醬料很少 然後這個很多縣市三圍 菜啊什麼的 澱粉也很少 澱粉的話大概就是會吃 我的知名上是白飯 因為我真的很愛吃白飯 但是如果真的在節制的話 節制 節制 是節制嗎 節制 不是節制 節制 的時候 可能就是白飯 配點糙米飯 夫婦類的飯 這樣子會比較好 就是會有飽足感 可能只有一個負擔不會那麼重 婚姻 很辛苦 所以這個婚姻真的是 一個人生一直不斷的學習的課題 我看我父母已經結婚四十幾年了 也還是會鬥罪 但是還是很有感情嘛 當然 但是我覺得每一部期 都有他自己相處的模式 我覺得每一隊 都應該要找出他自己 適合自己的相處模式 別人的相處模式 我可能不是 那是你們的相處模式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就是要不斷的溝通 當然我覺得婚姻 不只是靠太太經驗 我覺得現在也要等我的經驗 這是故鄉 那皮夾裡面有一個比較特別是這個 這個 我要改掉的壞習慣就是 哈囉明朝朋友大家好 我是新田 今天我要來搜包 看看我包包裡面都有些什麼東西 因為我平常都習慣戴大包包 然後因為必須要有化妝品 所以我們先來看化妝包裡的東西吧 裡面的東西 當然第一個一定要有的就是護手霜 然後我自己的護手霜 還有乾洗手 就是必備 每天必備的 然後不同的味道 再來就是 香水 這也是我自己的香水 然後這個比較特別 有時候會帶的就是私密處的 噴霧 香氛噴霧 然後因為我最近有漂髮的關係 所以會帶就是摩洛哥油 可以護髮的 然後一個比較特別是 因為現在冬天 皮膚會比較乾 然後所以我會帶一個這種小小的精華油 就是在 上底妝的時候 偶爾也會再 多加強一下 然後其他的話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這一個 這一個它就是 手跟足部都可以用的保養品 這就是擦 然後後腳跟那也可以 反正都是for現在冬天比較乾冷用的 然後其他就是我自己 比較喜歡用冬天也是喜歡用這種氣墊粉餅 化妝包大概就是這樣 好 接下來 然後因為我如果工作前有辦法的話 我是也會再另外敷面膜 所以面膜我會帶著 再來就是我的皮夾 然後因為我就是小鄉愛好者 所以寶寶跟皮夾都是同一個牌子的 再來就是口罩 然後還有現在 因為是開工期間 所以還會有帶紅包帶 那皮夾裡面有一個比較特別是這個 是今年去求的這個 招財虎顏 中山慈幼狗 好 大概就是我每天包包裡面會帶的東西就是這些 包裝包裡面一定要有的東西我覺得保養油 因為冬天我覺得保養油真的重要 因為精華液我覺得會 如果你已經化底妝的話 再上精華液會有一點有產生屑屑的狀況 所以油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一定要有的 推薦的氣墊粉餅 這個也是一定要 就是我一定要有的就是油跟氣墊粉餅 然後還有護手霜 這三個 如果我只有帶小肺包的話 這三個就一定要帶 我覺得最大的困擾就是 其實我不是一個 皮膚上面的狀況不是會長痘痘那一種的 但是我是超級過敏的肌膚 所以我會遇到的困擾 當然就是夏天的時候就是太熱的過敏 然後像現在冬天的話就是太冷乾的過敏 所以我就是一年四季都是在跟過敏抗衡 然後要做比較大的一個努力 也就是保濕這件事情 就全身的肌膚保濕 因為我的皮膚是偏乾燥的 我覺得像現在以前 以前我都大部分記在腦海裡面 我也不知道是以前事情比較少 然後還是以前記憶力比較好 但現在就是一定要有行事力 然後行事力我也會開放給我幾個 比較重要的朋友 然後跟家人 讓他們也可以在上面看到我的行程 因為其實我每天行程真的都很忙 而且有時候有跟朋友約或是開會 也會有不小心忘記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我現在分配時間的方式 比較像是我把我自己的行程 全部公開給我自己身邊重要的朋友 然後讓他們一起想辦法 塞滿我的行程行事力這樣 啟動鍵當然第一個比較現實的就是 隔天有工作的話 像今天有工作的話我昨天就一定會保養 可是如果真的太忙的時候 有時候確實會忘記 但是啟動鍵我覺得 女生吧就是每天如果你想要隔天 自己精神狀況好一點 可以漂漂亮亮出門的話 我覺得我睡覺前都會想到 就是要做 開始做一系列保養這件事情 我覺得保養在我這個年紀已經算是 享受自己跟自己相處的一個過程 我睡前會做的事情一定是聽音樂 因為我現在每天工作壓力比較大 然後一整天就是要交代的事情很多 所以頭腦會很煩躁 所以像我現在睡前一定要做的事情 第一個就是聽音樂 然後第二個就是會開我 就是新買的那種投射燈 只是還可以投射出一些星空啊 月球啊那些的 這是我現在睡前一定要做的事情 然後起床也要做的事情 就也是非常呼應就是我也會先開音樂 那所以我有音樂的那個list 就是睡覺前的 然後跟早上起床的 然後在刷牙西點的時候 我也會一直持續放那個音樂 就讓自己心情可以變比較好 然後也有迎接這一天開始的感覺 我跟你說我要改掉的壞習慣就是 我要勇於說不 因為我的個性就是 大家如果有事情要找我啊 或是找我一起做什麼事 或是一起合作 或是要什麼幫忙 然後我都是會馬上答應的那一種 可是其實會到後面就是自己 可能會有一點沒有辦法負荷 所以我覺得今年我要學習的就是 如果在自己能力範圍以外的事情 我真的可能要先懂得先緩緩 我覺得也不是不到說是拒絕 或是完全排除這件事情 但是就是要再多給自己一些時間 然後不要太急躁這樣